还睡呢啊 几年的还睡呀 哎呦我的妈你俩都气死我了 你等着啊 起床啊 下雨了 收衣服 二百六你干啥呢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回到我年轻的时候 长发急 小姨父 是不是哎你咋来我家了呢 什么就是我家哎呀你俩行了可行了吧 酒醒没啊啊 你说你俩挺大俩老爷们啊 昨天半夜啊光光敲咱家门喝的是离了歪歇的 一下子塞沙发一直睡到现在你说你俩是喝多少酒啊啊 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 咱俩一块喝的酒 我也想起来了 昨天晚上小姨父你给我打电话 你说你郁闻了让我陪你喝点 我就是劝你少喝少喝 这是少喝的样吗 一点没少喝 我跟他一块喝酒 我跟他一块喝酒他一会就喝多了我一看他这么大个我也扛不动啊 干脆我跟他一块喝多一块倒 小姨父啊 小姨父啊不是我说你 你说你挺阳光的一个人没事郁闷傻买的 就是嘛 我阳光啊 我阳光 你没听那么句话吗 阳光总在风雨后 就你小姨 我媳妇 每天除了骂就是打弄得我可委屈了 但是 不有这么句快板吗 听过没有 说怕婆娘怕婆娘 因为爱他才把他嚷 我是因为爱他 我大老爷们我会怕一个女的 所以说我就委屈我就找他这就交仇 没想到啊 仇更仇 我看你俩我才仇呢 你说大半夜喝那么多酒多危险呢 不危险 咱们小区吗全世界最安全的 幸福小区吗 安全什么呀安全呢 昨天咱小区就出大事了 全小区的自行车全让人给搬走了 谁呀 谁这么缺德呀 查监控没有 把这坏蛋抓出来 查了 而且目标的特征特别明显 一个光头一个矮个 我不是光头 我也不是矮个 不是咱俩 谁呢 陈佩思和攀长江吗 就是这个特征 人家陈佩思和攀长江住咱小区吗 要不怎么有这么句话呢 兔子不吃窝边草 他不吃他窝边的上咱窝来吃 你可别查了 就是你俩 你说你俩打着打那么大呢啊 你晚上自行车楼把哪去了 不知道啊 不是 小姨父啊咱俩喝多了 是不是把自行车偷出去给卖了 卖了 那钱呢 喝酒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还有新的呢 啊 我告诉你还有更大的事呢 干嘛的呢 小区有一个业主 那个车的玻璃让人给砸了 谁这么缺德呀 查没查监控把这个坏蛋抓出来 一个光头一个矮个 我不是光头 我绝对不是矮个 还是陈佩思和攀长江 你俩都气死我了 我现在就收拾我化妆品去 我离家出手 前程中我给你过不了了 哎哎哎哎哎 给你过不了了 你走就走呗 怎么带化妆品干啥呀 你不知道 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化妆品 媳妇 你听我说 哎 要是我们俩砸人家车玻璃的话 我们俩都干啥了 你问谁呢 啊你问谁呢 你俩偷完自行车 卖钱喝酒去了 砸完人家车偷完东西 又卖钱了吧 卖钱干啥呀 继续喝吧 不是 错了 你说你俩呀啊 现在知道错没 知道错没 错了 看你俩以后也喝不喝 还喝不喝呀 看你俩 喝得好啊 说你太好了 哎 你俩都在呀 他俩干啥呢 反省啊 反省干啥呀 小姨父爷爷 二姑姑 从现在开始啊 不管是电视台录像 还是报事采访 你俩就说是在我嘎他当店喝多的 行不 王老千儿 你是不是疯了啊 你只要他俩喝多了之后都干啥了不 干好事了呗 好事 啊 昨天晚上他俩 我跟你说怪 说了 我俩都承认错误了 好事咋还不让说呢 他俩 昨天晚上 喝多了 把咱们小区所有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 摆的那叫一个起 停的那叫一个质量 是他俩吗 一个矮个一个光头吗 天空气看不清 我是矮个 我是光头 那不是 陈贝斯和盘长江吗 那是别的小区的 阿米丽 哎 你刚才说我俩啥来着 听什么说我们俩是小偷 对不起 不对 还有人家车不合力的事呢 这个事就算了吧 对 别提了 我不去 不能不提 幸亏他俩 把车玻璃砸碎了 要不那小狗就闷死了 车主还要感谢他俩呢 小狗 什么情况 是这么回事 咱们小区 二号楼 502那对夫妻 停完车之后啊 就把那小狗锁车里边了 要不是他俩把车玻璃砸碎 那小狗就没命了 是他俩吗 你个光头一点是吗 我是二哥 我是光头 不应该是陈内斯和潘长江吗 二姑啊 啊 咋好事都往别人身上赖呢 咋的 你跟他俩有丑啊 我跟他俩的孔子畅装进行 这就是你